老师为什么大家会选择金融股来做避嫌 它有什么优势吗 我们又该如何看呢 金融股最主要是它因为股价 它不会暴涨暴跌 它可能缓慢的往上涨 或是它在原地打赚 那不管是怎么样 股价就不会有这种暴涨暴跌 风险就比较少 那第二个呢 它配息比较稳定 它赚多少 大致上都会配六成到五成给你 也比这个定存好很多 所以大家就很喜欢 来把这个金融股当做定存股 可是金融股到底该怎么看 又该怎么投资 我来告诉你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方宁 让我们欢迎虎正红虎老师 老师好 欢迎好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老师现在资金是进驻到了金融股来做避嫌 那谁能够领嫌发挥呢 好因为这个大盘在上个礼拜 不是只有台湾在地震 股市也在地震 这个一震就震了1600点回来 所以大家就非常的害怕 尤其是在电子股 因为跌的比较快 那每个人就想说那我电子股不能买 对不对 跌太快了 我去买穿穿股 结果穿穿股在上礼拜还好 那这礼拜就不行了 一买就被套跌停板 昨天的电燃股很多跌停 那今天又有人去抢电燃 刚刚好一抢又跌回来 所以每个人就非常害怕 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去想 什么股票会比较安全 就想到了金融股 所以最近的金融股 感觉好像慢慢的涨 虽然它涨的不多 但是重点是在它的配息 因为它的配息还算蛮稳定的 每档股票可能都有4% 5% 最少又有3% 总比定存好吧 所以很多大咖就很喜欢怎么样 去买这个金融股当定存 那到底金融股该怎么看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档 就是285叫星产 叫星光产物保险 大家听了就比较懂 星产好像没听过 其实不是 它就是星光产物保险 那因为它股本够小 只有31.6亿 当然一般来讲 31.6亿对一般的电子股 好像算比较大了 没有对这种金融股小case 等一下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 那它怎么看 你看它股票一直往上走 最主要的是它的获利还算不错 那为什么获利不错 最近不是在地震吗 对 大家就开始保什么 地震险 这个有关什么汽车也好 房子也好 那再加上之前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防疫险 有很多的这个产物保险公司也在 介入到这一块 所以说 我觉得星产在这个地方 只要它的关键点 89.9 这边没有跌破的话 搞不好它有继续的往上走 可是你要注意的 金融股它不是急涨 它是怎么 慢慢去 去到很慢 让你会觉得好像受不了 因为 你去投资它的人 绝对不是为了赚价差 就是为了要配息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觉得你想避嫌 那你可以买金融股 可是如果说你只是想赚价差 那真的 看看就好 要不然你会受不了 很多就是投资金融股 为了要赚价差 到最后就受不了 跑掉了 那实际上 我就觉得金融股它 算是个比较稳定 可是我是讲说 这种稳定的股票 你要做投资 可以 但是你不要把你所有的资金 全部投下去 要不然你要有急用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投资朋友 你要稍微去注意 好那再来就是什么 中债保 对中债保 那什么叫债保 那债保就是说 一个保险公司 当他接收到一个订单的时候 因为他不是收一笔订单 他收到非常多的订单 可能好几百亿 那要是出事情要赔的话 那赔不完 那怎么办 他就把这个风险 再转嫁给另外一家保险公司 那这家转嫁过去的保险公司 就叫做债保 这样懂了吧 所以他中债保 目前我们台湾就这么一家 Only one 就只有他在做而已 所以他的这个获利还算不错 尤其是最近这个授权公司 有一些尤其在 刚才我们所讲的 产务保险的部分 地震的部分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 产务保险这个 再转保的这个需求就比较大 所以中债保最近的这个订单 就还算OK 那股本就80.4 比刚才更大 有没有发现 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 他关键点在24.45元 他也是一样 还涨的模式 那像这种股票 他基本上也是一样 他的 应该说他的配股 我们假说 假说他赚两块多 他可能配之后配一块多 他不一定是全配 不是说 因为我们一般的配取率 都会在六成左右 在六成左右 所以说中债保在这地方 只要他在这24.45元没有跌破的话 可能就还有机会再涨 当然如果你去投资像金融股 如果你刚刚好 第一个他股性比较强 那你可以赚到这个股价的价差 又可以赚他的这个利息 那当然是非常美好 是 那是最完美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再讲 第三档股票就是台中赢 你看他股本多少 放映 522.6亿 跟刚才我们看到30几 80几 是不是差很多 其实正常的金融股 一般来说 股本都在1000亿以上 都非常的大 你像那个富邦金 国泰金都1300多亿 1400多亿 所以为什么前面 我要把这个股本写出来 就是要让你去感受到 为什么 像这个刚才的新产 像刚才的中债保 为什么他涨的股价会比较强势 因为他股本小 那其实他为什么 涨的温温吞吞的 股本太大了 那你看这台中赢 台中赢在这个地方 他前高能不能过 就是我们要观察的指标 那当然他关键点16.85 是不能够做个跌破 能不能去突破前高 就看他能不能去转强 假设他突破前高的话 我相信他会再走一波 搞会新的一波长势 也就是说你等于可以赚到利息 又可以赚到他的价差 是 那是非常的美好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好 感谢老师精彩的分析 也要记得去追踪老师的LINE 跟Telegram 踩进即时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原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